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反反复复依然严峻 经济复苏的前景不明 任重道远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 精诚合作 而不是采集对立 联合博弈 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 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只有一套规则 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规则 国际上的事 需要大家心平气和 商量而办